日前一名中国电商企业家陈年 在综艺节目中提及自己仰慕的诗人 被主持人形容为像是现在的粉丝眼中的周杰伦 没想到陈年竟然狂批天王周杰伦是垃圾 引起网友和粉丝强烈反弹 并扬言抵制陈年的电商网站 与周杰伦是好友的知名作词人 方文山就在微博发文 为周杰伦遭到此番诋毁大爆不平 反问陈年难道在你狭隘且偏激的眼中 流行歌手就不是一项职业吗 并表示周杰伦是带给几个世代共同记忆的歌手 那么喜欢这些歌的人又是什么呢 文莫比要求陈年郑重道歉 根据苹果日报报导 周杰伦所属的杰维尔音乐回应 杰伦就是认真做好音乐 其他的不做评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